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 那李先生先扶我一万块大洋 我就可以马上开工了 可以啊 不过你动作要快 我等房子用的 没问题 我尽快地把设计方案拿出来给李先生看 一满意之后我就马上开工 大伙 带于先生到账房领大洋去吧 好 于先生 请吧 李先生 这些图纸的设计 您都看过了吧 看过了 画得很漂亮 不愧是海外留学的呀 李先生过奖了 过奖了 李先生你看这儿 这有几个吊灯 墙纸 还有这石膏线 还有铜材铁剑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在龙泉 全都买不到 咱要派人转程到上海去买 于先生 您喝茶 谢谢 可以 连派人去 这的人都不懂 好 好 李先生 这些花钢石和大理石的雕刻 咱也得请上海的师傅 本地的石匠 他做不了 行 你找人 没问题 李先生 这木雕的装饰 你打算用什么木材呢 你是留学回来的 你看南洋的紫檀怎么样 要不然咱们用酸汁鸡吃也行 干脆 海南黄花梨 依我看 本地的红檀也不错 它能便宜很多呀 李先生 你用不着给我省钱 我是这样想的 县政府的了 说不定要保存下去 一百年说不定才能修一次 你要是搞得太寒酸了 后人笑话 对 李先生说得没错 可是这样算起来 恐怕三万块大洋 都打不住啊 那四万行不行 四 四万 够吗 四万 四万肯定够了 肯定够了 肯定够了 那行了 那你就按四万做打算吧 真正的钱 真正的钱 你 你说什么呢 李先生 你真是太有气魄 太有气魄了 没钱我盖什么房啊 是不是 不过出去要说 就花了几千大洋 几千大洋 这几千大洋 恐怕连打地桩都不够啊 那对吧 也说是几千大洋 行 那就几千块 对 李先生 我先告辞了 那 好 告辞了 李先生 你慢走 李先生 你慢走 叔 真的要花四万块钱啊 是啊 太 太多了吧 我们啊 把 把煤炭啊 直接运动特勒分 运动特勒分 运动车之后 现场马上结账 现在答应我们收购三百车 真的 知道我们谈到什么价钱了吗 看你高兴的 多少钱 多少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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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这么多 这么多 什么这么多 而且答应我们 给两千打烊的定金 真的啊 你那三百块钱 你这一会儿还给你 我那也不着急 可我还你六百 有钱了吧 有钱了 黄先生真是好人 所以我想请他 好好看出戏 你准备给他唱哪出 这个 唱哪出 还得看人家喜欢哪出啊 我应该去问他 就是啊 你问问人家 也显得你比较客气 是不是 好 我现在就去问 你问完之后 找个人回来告诉医生就行了 别自己来会跑了 乖累的 你这个人 怎么就是不明不 我 我不是就找个借口过来 去多多看你一眼吗 我又不想去杭州了 怎么又变话了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但至少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能跟你说说话呀 是吧 不是 怎么了 ,今天真是好日子 今天我特别高兴啊 咱们庆祝一下怎么样 好啊,怎么庆祝 这种事儿还有商量的吗 叔啊 嗯 这四万块钱呢 那你说 心疼了是不是 不是,我是觉得 这四万块钱 都可以买好几百亩地了 大伙,您没想明白 县福那个小楼 是咱们家的财产吗 不是 那凭什么我们出钱呢 得政府掏钱 大家掏钱 是不是 也是啊 大伙啊 你说说 我们为什么要在龙泉这个地方待下去 为什么 嗯 那这 龙泉是我们的老家吗 不是 那龙泉是天堂吗 那 那就更不是了 那我们离乡背景到这儿来 过着清苦的日子 为什么还要待下去呢 西文里头说了 千里当官只为财 哎 这就对了 我们到这儿来 只不过是为了挣点钱 过几天舒服日子 是不是 可是这些年不是闹革命 就是闹日本鬼子 没有一天消停的 我一直在想啊 要是有一天消停了 把他补回来 嗯 现在我是看不了个人 这个世界 没有一天消停的时候 所以 我也不再等 叔 眼下正闹着旱灾 这四万块钱 不太好找啊 这么大个龙泉县 哪儿找不出四万块钱来 马上就要选县议会了 想当议员的 不会是一个两个吧 接下来 就是重组县政府 这个局那个局的局长 当过的想继续当 没当过的 想把前面的挤得下去 自己当 到那个时候 你想替他妈省钱 他们都不高兴 放过来 你妈你 对 天下 最重要的是两件事 一 县长的位置 一定不能让刘安国得到手 二 要把欧阳留下来 哟 可他们那边 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 别人走了没关系 欧阳留下来就行了 这个 不好办啊 主要是他现在背后有 姓白那小子 最近我一直在想 要是有个什么办法 让刘安国干掉白燕州 那是最好的 刘安国 嗯 他不敢吧 那要看什么事 要是有人动了他的棺材板 就是死人也会从坟里边 爬出来跟他动手的 哈哈哈哈 快抓紧点 问问 怎么回事 啊 哎 快点 刘准 怎么回事 刘准 您还不知道吧 听说这县衙要拆了 要建一个西式门楼 啊 啊 刘准 啊 这李基道把咸阳拆的什么意思啊 他是想重新修建一个县政府 他不是没钱吗 他拿什么修啊 他肯定有钱哪 没钱拿什么修房子呀 我就说这老王八蛋 肯定藏了很多钱 去查查 修这个现阳 这两天啊 又有两千多名青壮民 自愿报名参加了生产资旧 我想 以后恐怕还会更多 如果每天 能够平均生产出二十车煤炭 那么 龙泉灾民所需要的粮食 就完全可以解决了 就是说 龙泉 再也不会有 大批的灾民被饿死 那就差不多了 庄先生 你说日产二十车 日产二十车煤炭 我想很快就可以做到 那三百车煤炭 全部卖掉之后 王先生还会继续收购吗 王先生说了 咱们龙泉的煤炭品质好 卖出去 应该不成问题 陆主任 这个可是越多越好啊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对 我听说龙泉好多山上 都有煤炭啊 我们可以多派些人手吗 是不是 对 北门 北门不是有好几千人 等着喝粥呢吗 把他们全都哄上山去 挖煤去啊 是不是 丑主任 能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庄先生 各位 各位辛苦了 本人向赈灾会 表示诚挚的谢意 各位 我要上报省军赈会 上报刘畅总 表彰赈灾会 各位的空虚 你们两位就算了吧 好吗 不能算了 一定要表彰 一定要表彰 太客气了 刘主任 我应该请王先生吃顿饭呢 由我来请王先生吃饭最为合适 是 本人是龙泉最高行政长官 当然 我出面是最为合适的 两位大人 白先生 白先生 您可千万别这么超过 两位公仆大人 好吧 现在梁氏友了 赈灾会考虑 可以通过以工代振的手段 征集两千名劳力 上马 饮水工程 这才是解决龙泉汉情的根本之道 以工代振 以工代振 这意思就是说 凡是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动力 都可以得到粮食 可以有饭吃 这样可以一举两得 这是白先生说的这个意思 跟我说让北门的灾民上山挖煤 那是同一个意思 好好好 这主意好 这主意好 对对对 这主 这事 我觉得应该这么定 是这样 今天我把大家请啊 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这个赈灾会啊 不是政府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么大的赈灾行动 还是由政府出面的 更名正言顺嘛 是吧 是不是 是 对 对 对 你看 白先生都说对了 是吧 所以 今天我来宣布 今后一切的赈灾行动 都由本主任全传负责 这个赈灾会的各位 你们啊 辛苦了 劳苦无高 这个好人有好棒 所以班主委决定 奖励每个人哦 五十个打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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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主任 你真把我们当成 国民党的下属官兵了是吗 有功必傻 对不对 由政府来负责 我们正求之不得呢 庄先生 您烧暗物躁 刘主任 你懂赈灾吗 什么意思 庄先生 赈灾会现在 一共有多少人在工作呀 三百多人吧 龙泉中学的老师 还有部分学生 都参加了赈灾会的义务劳动 另外 新次军办事说的朋友们 也帮了很大的忙 在煤炭的开采 运输现场的采集 还有工作面秩序这方面 他们都做了很多工作 他们都是带过兵的人 在这方面呢 比较在行 刘主任 听见了吗 三百人 别的我先不说 你的手下 能够调集起三百人吗 还有 赈灾会的人都是义务工作 你的人能做到 干活不拿钱吗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龙泉赈灾铺开这么大的摊子了 现在只有赈灾会的人拿得起来 我不行 你也拿不起来 当然 如果没有军政会压在我的头上 我完全可以拿得起来 但是现在不行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所以我奉劝你 不要大包大烂 一不小心 不知道会饿死多少人哪 李极荡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我这 都是在为了你好 好 臭汉奸 你为我好 你一度的狼心狗肺脏心眼 为我好 刘安国 你不要 好 杖人士 一个地方两个政府 多多怪事 不指望他们了 我们自己干 老师 水利工程人员找到了没有 我们把农泉县城找了个遍 就没有一个人是专门干这个的 上次我好像听叶司令说 你们那边有水利专家 要不你给叶司令打个电报 行 我给叶司令发个电报 您还别说 根据地啊 还真来了一批上海的大学生 说不定里边就有水利工程人员 好 报告 主任 欧阳小姐来了 请进来 欧阳 都在这儿呢 想跟你商量个事 又要请哪位先生看戏啊 不不不不不再看戏了 我本来想让李极道和刘安国出面 请王先生吃顿饭 可是咱们龙泉这两位最高首脑啊 惦记上赈载会的煤炭生意了 所以我只能另想办法 你是想让我请客 想让你请王先生喝茶 到时候呢 我再把李极道和刘安国请过去 在那种场合上 他们俩不会打架 你怎么想到这主意的 不过这 恐怕得委屈你了 到时候你要保持保持相对的肉麻 可是我也不太会说话 那你教我 要不我说错了 换你的大事怎么办 这主意不错啊 燕州 你赶快好好教训他吧 走吧 我跟咱老师啊 还有点事要商量 主任 我打听了 县府小阳楼的预算是四万块钱 四万块钱 大手笔啊 这老王八蛋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那我都不知道 他他他他他这气活啊他这是 我们这儿穷他快卖裤子了 他花四万块钱盖房 气死我了 主任主任 您消消气 其实啊 想弄点钱也不是难事 想弄点钱也不是难事 好 好 去 去给我弄点钱我去 不是 主任 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呢 算吧 说 我有个朋友 他表弟在牢里 关了半年多了 他想弄出来 犯了什么事 杀了个人 杀了个人 不是 杀了什么人 他把他们保长给杀了 这小子 偷保长的老婆 结果被保长捉奸带床 小子一着急顺手 把保长就给杀了 这这这小 这小伙子有血清 好 我这个朋友呢 想把他给救出来 出多少钱 他愿意出 五百大洋 五百大洋 那您要觉得少 我就让他再加五百 这可就付少了 一句话赚五百大洋 哪有这么好的钱 主任 您可真是个好人哪 这 这有血性的小伙子 谁不喜欢啊 告诉他 出来以后 刀手要当兵 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那我这就去啊 去吧 不对 过来 这事 这事是不是属于摊脑王法啊 这要是李基道知道 上去告了我的状 我这一世英明 可就复制东流了 主任 你又糊涂了不是啊 你想想啊 李基道一年的薪水是多少钱 那也就几百块钱 那他哪来的钱啊 不搞歪门邪道 他能有那么多钱吗 别的事他可以捣捣了 发财的事向来是 老大不说老二 去吧 去 是啊 这挣点钱是挺容易的 还需要准备什么 也不用什么了 不就喝个茶嘛 你就别冲心了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骑车啊 明天啊 汽车公司说 明天有卡车可以租借给我们 明天就走啊 嗯 我想好了 我跟于芳先留下 其他人先走 要不还算了吧 你们一起走吧 我另外安排别的活动 二三十号人哪 一辆卡车也坐不下呀 真是后悔让你走了 你看 我说我不走的时候 你非让我走 可是你还是走了好嘛 立即到刘安国 他们俩现在 越来越不像话了 只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的 那我走了以后 你可以得小心点啊 我不怕 我来头都大呀 他们打不过我 你什么来头啊 欧阳小姐请王先生喝茶 邀请二位作陪 欧阳小姐好大的面子啊 白相亲自下舔了 是赈灾会让欧阳小姐请的 请王先生喝茶 总比吃饭要省些钱吧 行 我一定去 欧阳小姐这么大面子 我肯定得去啊 好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不过 我 我有句话想提醒二位 龙泉呢 还指望今后 长期跟这位王先生做生意 所以这次请他喝茶呢 主要是想和他高兴 那你们二位 到时候 一定要精诚团结 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没问题 我到这儿只说过年的话 行了吗 那就好 可那位 在肚子里装什么祸试试的 你看你 我怕的就是你们俩这样 白先生 您用心良苦 雇权大局 本人还是知道的 那我就先谢谢二位了啊 说实话 你们二位如果不到 这分量还真是不够 那是 我是龙泉最高的军政长官啊 龙泉最高的军政长官啊 那灯是要用镀铜的还是镀金的 镀金的呀 镀金的呀 灯上那灯罩有 玻璃的和水晶的 用哪一种 水晶的呗 对还有那地板是用上海的 还是用美国进口的呀 你去跟余先生说 以后这种事就不要找我了 叫他跳好的美 只要不贪污太多就行了 我觉得 看着 倒是不像那种会贪污的人 你见过不沾油的手吗 没有 我说您放心 我会派人盯着的 那边有动静吗 没什么动静 家贼难防 给我盯紧了 还有事吗 对了 叔 保安大队那边 又买了两挺机枪 还有那个巨社那边 他们都已经收拾好东西了 就剩欧阳 小方 还有小三子 不过那个小三子 他好像不走 后边的事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上山挖煤的人 一共一千两百多人 昨天出了多少煤 十二车 今天打算出十五车 先收到了吗 收到了 王先生派人在那边给钱 出一车的煤 就给一车的钱 是正在会那边 就派了几个先生和学生 在那边收钱 王先生 他们是遇到好人了 叔 有三百多车没 可不是小买卖啊 不止这些 以后还会更多的 是啊 可正在会那边 派几个学生先生收钱 你 我觉得这事 应该由咱们来主管啊 应该由政府来管 都是刘安国那个混蛋闹的 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把这把秋波赶走了 我就有办法了 白颜舟呢 姓白那小子怎么办 读书人带好对付 我让你想办法通过刘安国的手保 姓白的呗 想出办法来了吗 没有 这办法我哪想得出来啊 什么是刘安国的棺材板呢 刘安国的棺材板是 要好好地想 这是一门操弄人的手艺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要想活好了 就必须学会这门手艺 这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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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啊 那有您的命令 谁敢不放啊 这一个命令 就能挣五百大洋啊 这 挣钱是不是一个难事 我就说啊 弄点钱不难 那干脆 你马上去监医问问 还有谁愿意花钱买命 去 行 行 不对 这可一下放那么多人 不会有什么闲话吧 那好办哪 咱们就说抗战胜利了 所有关着的人 那必须得重新审判 重新定罪 没有定罪的人 自然就得放了 对对对对 说好说好 就就这么说 去吧 主任 光这一向 其实挣钱有限 那还有什么好项目 这不是要选县议员了吗 一县的财主 哪个不想弄劲儿 县议员的 扒一匹在谁上啊 只要我们规定 凡是参选县议员的人 必须经过我们这里的 抗日资格审查 不参加者 不许清选 这 这能挣什么钱 当然能挣钱了 我的主任 您想想啊 我们说他合格 他就合格 他不合格也合格 那我们说谁不合格 他就是不合格 他就是合格了 他也是不合格 道理不在这儿吗 不行 这个凡是想当议员的人 都是一些手引通天的人 这里不会闹出什么事啊 不呢 不呢 想当议员就得花点钱 这个道理谁都懂 我们挣钱 我们挣钱是为了 我们党国的大业 对吗 办法很好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 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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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么样 找到了 在哪儿 屋里停的一个破庙 我大哥就被关在里面 是什么人干的 我不认识他们呀 那他们有多人 人不多 也就十几个吧 这也不能找警察局 或者保安大队帮忙啊 千万不能告诉他们呀 我知道我知道 李基道和刘安国 都有绑架老林的嫌疑 那个 吴里停附近 还住了一伙保安大队的人 我就是怕惊动了他们 要不我们当时就动手了 看来这事还真有点麻烦呢 白先生 你看要不要我带几个弟兄 晚上偷偷地摸进去 不不不 我不要那么冒险 那样老林的命就没了 那怎么办呀 我大哥 你别急 我想 我去找周睿商量商量 找新四军帮忙 我要请欧阳小姐吃饭 我要请欧阳小姐吃饭 您不是请她吃过饭吗 请了再请 我不但要请欧阳小姐吃饭 而且吃了饭 我还不能让欧阳小姐走 主任 这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要是阿云知道了 她不得找你麻烦吗 我请欧阳小姐吃饭 阿云你找我什么麻烦啊 那您请欧阳小姐吃饭 吃了饭您又不让她走 这阿云要知道这个 我不让欧阳小姐走 是想跟欧阳小姐学系 你心眼太脏了你 去去去去去去去 是学系 那这系得学 可欧阳小姐要离开龙泉了 她去哪儿啊 她要去杭州啊 去杭州干什么去啊 她怕是跟白先生好上了 不是好上了就更不应该去了呀 她不是怕李激道吗 我明白了 李激道有什么可怕的呀 你去告诉欧阳小姐 我现在是龙泉最高的长官 我来保护她 这话我跟她说不管用 您得自己跟她说 我说就说 明天吃饭我就告诉她 主任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国共在山西打起来了 下胡乡的杨厢长成文说 境内土匪出没 请求县里派部队交匪 杨厢长李激道的人吗 是啊 让她找李激道去 去去去去 走走走 走走 还活着呢 活着呢 林少爷 你上哪儿快活去了 快活 下回让你也试试 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想知道啊 当然啦 特惊险我跟你讲 你说啊 我坐着火车高高兴兴 突然间面前出现了一票人马 一百多个吧 上千个 拿刀的 拿枪的 开车的 骑马的 什么都有 我想我有这么重要吗 不管三千二十一 这么大麻袋 要这么大吧 塞进去 给我拉破庙里的 然后呢 然后 从我要五万打烊 你给了 我傻呀 我给他们钱 我给他们钱我还能活着吗 那 那你怎么对付他们呀 我学了他在二道岗 对付我的办法 软磨硬泡 拖延时间 等你们来救我呀 他们打你了 敢 这个呢 有点夸张 就是人家手下也有点情 那 那你怎么出来的呀 我 我知道 肯定是 铁头 铁头把你给抢出来的 这回我不行啊 那个附近住了一帮保安大队的 我不好动手 是是周睿 周睿 周睿带着警卫班 把林大少爷给抢出来的 你又原来是星四军班 你给抢出来你 装扰什么装 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是福大命大 行行行 你想着好好谢谢周睿 人家帮了不少的忙 行 铁头 备份后礼 怎么一说谢交送礼啊 人家共产党不喜欢这套 来点实实在在的 送几袋粮食 对对对 别动手动脚了 行 粮食 最重要的事我跟你说了 这回啊 这帮人哪 还跟我提了文物的事情 主要是提你的事情 问我什么呀 就比方说 你在干什么呀 你有什么计划呀 下部打算什么呀 等等等等 反正问得特别仔细 这是我什么人哪 用问吗 肯定是李极道啊 当时他没被枪毙 我就知道肯定有麻烦 不 不一定 要是李极道 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些事 那还能有谁呀 我总觉得啊 咱们龙犬 还有另外一伙人 白先生 白先生 国公在山西打起来了 水火不相容啊 怎么了叔 打起来了 重庆在搞谈判 谈不拢 下边的人 就找一个理由 找一个地方 拉开架势打一架 难怪上头的人 让咱们到新四军办事处去闹事呢 这么闹下去 早晚又死破脸哪 叔 您说共产党打得过中央军吗 打不过 不过 八路军新四军也有百万之众 他们纪律严明 号令统一 真要打起来 难说呢 林淑成回来了吗 回来了 听说这小子是被绑架了 可外头的人 都说是咱们干的 随他们说去吧 那 这事到底会是谁干的呢 最近我老觉着 有一群人在我们的身边晃来晃去 可是他们在暗处 我们还看不清他们 好 林先生 欧阳小姐来了 先生 欧阳 昨天晚上你唱得太好了 太乱了 能唱完就不错了 不不不不 汪浦之先生说了 龙泉这个地方不兴悦居 如果是在盛州杭州一带 你不是今天这个地位 好不好的 这都是命 什么时候动身呢 明天 我是专门来自行的 欧阳 这事干什么呀 说我一拜 起来起来 快起来 使不得呀 你这不是折我的手里 当年 我们来龙泉 走投无路无依无靠 多亏了先生收留 这龙泉那么不愁痴 不愁蠢 没人欺负 也都是因为李先生 要不然 我们剧团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不说这些了 我跟你们欧阳家 那是四十多年的教教 这辈子 恐怕是报答不了李先生了 您自己要多保重 人生乱世 不容易 你不容易 你不容易 我也不容易 上回 你不是还救过我吗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大伙 嗯 杭州那边人 都布置好了吗 您放心 一切都布置好了 按你的计划 一步一步行动吧 嗯 欧阳啊 我在你的身上 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不能白费 人倒走投无路 万般无奈的时候 坏人也得做 我就是这个冥王 未经典型人 我们知道... 一核心 还不是扔 哪儿 没人 扔所以 现在 在将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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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